哈喽大家好 你们知道吗 Super 501 一年最少要做一次深层的清洗 那么呢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的这个教学短片 那今天我会教大家 如何做深层清洗 那首先 我们要准备的是 一个PH tester 和一个杯子 那还有一个CPU 这个CPU 还有两包的Deep Cleaning Powder OK 两包Deep Cleaning Powder 我们可以在Energic Store那边买到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一个网站 在这边 好的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呢 就是两个桶 OK 两个水桶 和两个水棒 两个水棒 首先 我们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Push的Button 我们把它按下去 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黑色的盖 拿出来 我们拿出来那个盖子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Filter在这边 我们就把那个Ring向左转 OK 向左转 这个Ring 把这个Ring取出来 好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Filter 从这边里面取出来 好 那在我们取出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那个Ring呢 它会漏在里面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CPU 可以放回去这个里面 记得那个CPU的字 我们一定要对准前面 这边看到吗 然后对准前面 我们放进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好了过后 我们就跑到这个管子 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灰色的管子 跟一个白色的管子 那这两个管子呢 就有插着两个塑胶的东西 那个塑胶的东西呢 在我们清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出来 那要取出来这个东西呢 我们不要硬拉 因为硬拉是很难扒得出的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一边转 一边拉 一边转 一边拉 OK 好 我来做给大家看 来这边一边转 一边拉 看到吗 就这样子扒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另外一条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一边转 一边拉 一边转 一边拉 OK 好 扒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灰色的管呢 接到那个水帮上面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白色的管子 插去另外一个水帮 OK 看到了吗 插进去这个水帮这边 那么呢 接下来 看到吗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看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拿这两包果酸 把它剪开 各放置进去他们的桶子里面去 那我们先剪第一包 先把它倒进桶子里面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拿另外一包把它剪开 倒入另外一个桶里面去 OK我们就倒入进去啦 那倒好过后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把这两个桶拿来装水 OK 我们都是用这个自来水来装水的 然后呢我们一定要确保那个水是高过那个桶子的 OK 那我们就来装第二桶水 那装好这个第二桶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两条管 是不是在各自的桶里面 一定要放好来 一定要放好来 那现在呢 我们就拿一个塑胶的汤匙 一定要用塑胶的汤匙 来把这个果酸把它搅到溶解 就是一直不断的搅拌搅到它溶解为止 为什么我们要用塑胶的汤匙呢 因为果酸是非常酸的 我们如果用铁的汤匙的话 会很容易导致这个汤匙生锈 然后在我们搅拌过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我们的清洗了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电源接上 并且把电开掉它 当电源开了过后呢 电棒就会运作 水就会从上面的汤匙流下来 那我们就让这个东西 给它跑一个小时 好一个小时过去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洗好过后 一个小时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电源关掉 OK看到吗 那个电源关掉 那我们关掉电源过后呢 水棒就会停止运作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管子 扒出来 然后放进这个水盆里面去 那同时上面的这个管子呢 我们也把它对向这个盆里面 那我们也把另外一个 颜色的这个管子呢 对向这个水盆里面 同时也是把那个水棒的那个喉 扒出来 那我们扒出来过后呢 这个管子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水盆里面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排水的动作 排水的动作 那怎么排呢 我们只要按下一个键 它就可以有排水动作 因为现在呢 这边有两个不同的管子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排 那我们首先先做这个白色的 我们只要按下这个青色的键 它就可以启动这个排水的动作 我们让这个排水的动作 跑一个十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 现在呢 我们要准备 拿一个杯和PH tester 去测量这个水的PH 那我们现在来拿这个水 一点 然后呢 再放上两三滴的PH tester 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颜色 哦 那现在呢 我们看 哎 是青色的 就对了 那时间到了过后呢 我们就按stop 来停止这个排水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做另外一个管子的排水的动作 那在那之前呢 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盖 把它取下来 这个黑色的盖 还有后面有一个白色的tank 把这个tank拿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拿出来呢 因为这边里面是盐水 这个盐水呢 是用来帮助我们做 strong content跟strong acid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盐水 倒入进去一个小桶里面 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自来水 因为在我们在做这个排水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会减少在这个水tank里面的水 那在我们装好这个自来水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盖盖回去 确保盖好 然后再把它放回原位 那放好原位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黑色的盖子放回去 那放好过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all answer的键 按下去过后呢 它就会开始做排水的动作 那这边我们就看到嘛 它上面的喉跟下面的这个喉 都会有一个出水咯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让这个出水的动作 让它跑一个十分钟 那十分钟过去了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拿一个杯子和PH tester 来测量下面管子排出来的水 是不是紫色的 只要它是紫色的呢 就表示我们清洗的时间已经够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紫色的 嗯 是紫色的 那让我们来按stop 接下来我们再把后面的那一个黑色的盖 把它拿出来 那么我们把黑色的盖拿出来过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白色的tank拿出来 把刚刚我们所装的水给倒掉 之后再把我们的盐水 倒回去这个白色的tank里面 OK 当我们把这个盐水倒进去这个tank过后呢 确保那个盖子一定要盖好 当我们盖好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白色的tank装回原位 当装回原位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黑色的盖子把它盖上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CPU拿出来 那个O-ring向左转把CPU取出来 有的时候呢 这个O-ring会留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把O-ring拿出来它 OK 那当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新的filter装上去 只要这个字向前面 你就装对了 然后就把这个O-ring放进去 然后向右转把它锁上 那我们在还没有盖这个黑色的盖子之前 我们再检查多一次 如果全部都好了过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Reset button 当你按上去它会有一个B的声音 如果没有听到 你也可以再按多第二次 没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黑色的盖子盖上去 那么现在呢 就让我来为大家品尝一下 这满满抗氧化的还原水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呢就是满满的抗氧化 嗯 真好喝 好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教学